1968APP改版台北市新增了5个热点 其中年轻人最爱的西门丁也上榜了 有业者表示因为天气好的关系 在今天礼拜六下午人潮的确是比前几天来得多 就连附近的停车场500多个车位 也只剩不到一成的空位而已 但1968APP仍然显示是绿灯人潮正常 这让不少民众质疑说好像不太准 而且呢部分店家也没有量体温提供消毒 因此多数民众还是戴上口罩来自保 另外呢在永康商圈也新增在这一波的名单当中 今天下午同样是亮绿灯 业者表示说因为少了国际的观光客 即使本地的散客回流仍然不及过去了一半 人来人往逛街吃饭 台北市西门丁人潮逐渐回流 算比平常多吧 1968APP改版西门丁也被列入热点名单 不过看看周六下午APP显示绿灯人潮正常 但附近的停车场停车位却剩不到一成 民众怎么看 我觉得不准因为真的人潮还是很多 尤其是里面的状况 看起来人很多 要维持就是1.5公尺的社交距离 不太可能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大型服饰店入口也没有消毒量体温 民众自保抠罩还是戴紧紧 同样被新增为热点的地区 台北市永康商圈周六下午APP也显示绿灯 过去充满观光客 如今只剩本地散客 那他一下为您感一下额温 知名餐厅持续防疫SOP量体温在消毒 座位保持距离 不过似乎不是每家店都能做到 碍于营业空间 部分业者座位的距离还是很近 用餐如何兼顾防疫 民众得自行衡量 多少都会看一下 如果有像额温 或是用酒精消毒的话 比较会过去比较安心 我在想是不是列入以后 反而称为人家不敢来 我们对这个防疫 我们不敢疏忽 所以我们每个客人一进来 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先喷酒精 就怕被新增为人潮热点 民众不敢来 业者消毒工作更不敢大意 1968APP改版上路 希望能提升防疫参考价值 但更重要的关键 还是得靠业者民众共同努力 解释瑟鲁的报道 感谢观看